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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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台積電也都會在美國開創 然後荷蘭也都掌握這個製造最精密的光刻機的那個能力 然後台灣它就有這個開發一個更加精密製造光刻機的那種技術 甚至大量量產光刻機的那種技術 台積電是擁有一個什麼能力呢? 就是製造著三納米的製程 什麼意思呢?它不是說有能力 只是去砌一些有三納米那麼有的精體管 而是它有掌握這個三納米的精體管製造能力 還可以將這個技術量產 變成一個工業生產的過程 就不是一個在實驗室玩玩的一個過程 它可以有一個系統 哪裏要擺部什麼機 怎樣去將它整成一個流水作業大量生產的過程 從而令它可以接得到Intel的訂單 然後就是說一個晶片怎樣為之能夠精密呢? 除了這些東西越幼 就是說你設計那一下怎樣設計得去越好 越有效 還有那些東西排得越穩 所以每單位面積裡面有更加強的運算能力 甚至乎那些東西可不可以搭二樓搭兩層呢? 那這件事就是美國自己本身有這樣的能力在那裏 那所以說得這個晶片技術 你只是說自己有能力去到幾個南位 第一層 你那個晶圓設計的精密的程度又第一層 你那個晶圓設計的精密的程度又第一層 跟著你有沒有很好的光刻機 來給你整個工業生產呢?又是另一層 那台積電講得有這一層能力 你可以預算是說很快會走入大家的產品之中 就是因為講的是量產 這件事已經是 那如果你是三納米的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有些什麼具體啟示? 嘩這個就... 想這樣說吧 擁有這個量產三納米能力 台灣是世界第一、唯一 現在就是 你說美國當然有一個更加 可以叫做最精細的能力 但是它是在實驗室階段 但是台積電是其中一個機構 就很努力開發 就是將這些這麼精密的技術 變成一個量產的過程 就是它做一個製程 但是其實update一下就是 台積電已經聲稱自己擁有了兩納米製程的能力了 現在是向一納米去進攻 這個就是現在世界上最尖端的量產技術 的CPU 那大家可能聽到Apple它自己設計自己的晶片來給自己的機器 為自己的產品量申請做 所以它就出來可以做到有效了 可能是其它的晶片都適合它用 但是可能是有些是多餘的 沒有充分遇到的 但是也有些可能是給它一個限制令 發揮不了的 所以就很多時候就有人會想 未來下一代的智能電話、手機 是不是都更加需要一個大公司、大品牌 去自己開發自己的那個品牌需要用到的晶片呢? 蘋果做了這一步 就出了一個很理想的效果 就是它可能甚至乎就是 就更加有利去發揮它自己的產品那個特性 那這個就 但是呢就交拖給它去做呢? 那也是交給台灣去幫它做這些這樣的晶圓 是啊 那我們就是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軍事上那個啟示是什麼? 但是這個我們現在沒有條件說的 但是那個一納米那是否整件事的盡頭來的? 我想幾乎的 幾乎的 因為就是你這樣說 一個氫原子 一個氫原子大約就是半納米那麼大 就是你去到說一納米甚至以下 你預計了已經是量子效應非常之強的 現在你去到其實在說10納米以下的量子效應已經是 就是已經是飆了出來的了 但是問題就是 它如果令到你那個那件器件帶來的 帶來有不差的話 你能不能夠有東西修正克服得到的 那就是和台積電去用到 弄到這些這樣的三納米、兩納米的時候呢 這些東西就全部不是用可見光來做光刻的了 即是你預計一個紅色的激光跟你去黑一條渠出來的 它都以為紅色的激光太粗了 就要用到一些更加高能 也都於是更加幼細的光線 那就在說用紫外光的了 就已經是 那麼理論上是否可以用一些更加強的光線去黑一些更加幼細的東西呢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是當然越是強的光線去對於你那個載體本身的傷害也都越大 所以這個就是台積電去擁有那種技術極的地方 它可以駕馭一些更加強的光線 做一些更加幼細的吊客 那麼我相信台積電那個已經是一個 在華人世界裏面一個相當之 第一的了 第一的了 即是你不要說 不要說華人世界裏面 如果說那種製造能力 製造精密器件 即是精密晶圓的能力 它是我會說世界第一的 是啊 那麼這個就是可以說台灣之光 好啦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今天也要講講進化論 那麼進化論方面有什麼新的發展呢 其實就不要說發展啦 即是新的認識啦 即是其中這裡我特意選了一個 就是剛剛這個禮拜來自一個 很新冒起的一個大學 我們以前有提過的 就是陳凡昌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的前校長 就去了這個KAUST 在中東的一個新興的新型的大學 研究式的大學 那麼他們有一個新的研究發佈 就運用到這個超級電腦去模擬運算 來去模擬一下兩個不同DNA的生物 它那個演化的故事會是怎麼樣的 即是很多時候講這個進化論 演化論 我很多時候都是用一個很粗疏的角度去講 印象式 印象式 是的 還有我們打一些比喻 譬如說他突然之間 基因不知道為什麼出現了變異 令他累積得足夠多的變異 就令他的身體上 那個生物上多了一些不同的表徵 那甚至乎變異累積足夠多的時候 他會變成一個有盲腸和沒有盲腸的分別 跟著那個有尾巴和沒有尾巴的分別 甚至乎他的骨架上適合直立行走 還是四腳爬爬走的分別 即是去到這樣 那很多時候是很不可思議的 你是說基因累積是累積到怎樣才出現到這樣呢 那有沒有一些實際的例子呢 你可不可以真的捉住一個實際 我們已經認識的一些生物的基因 來讓他這裏變一下那裏變一下 然後看看他最後是變成什麼出來 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那這個是長遠的目標 但是譬如說 有沒有一些比較起步的研究呢 那這次這個KUSD他給了出來 那他這個故事是這樣 他就拿了兩種應該就是兩種的細胞的 還是蟲呢 我都要先看一看 總之兩種生物他本身的基因出來 他就不是真的放在一個實驗室裏面去養他、去種他 而是純粹將他那個基因的資訊拿了下來 放在那個電腦裏 然後呢 因為我們很清楚他那個的 就是對於某些的微生物 他相對來講我們了解他的特徵比較簡單 就是譬如哪一部分貢獻到哪一些東西 那他的那個新陳代謝會是怎樣的 生命周期會是怎樣的 對於外界的反應會是怎樣的 他會不會移動的這些東西呢 我們相對比較多認識他每一個基因部分的功能是怎樣 怎樣不同我們有多一點的認識 那我們就抓住一些我們對於將他們 就是將一些基因和最後的物種 本身的關係比較能夠搞清楚的一些物種 就把他的基因資訊放進去電腦程序那裡 然後呢 就在中間引入一些變異 突然間要變一下那個變一下 看看他最後出來的 就是出來的那個表徵會有什麼不同 來嘗試去猜測一下 這個基因變異和最後出來的那個演化結果呢 是會有 可不可以給一個比較接近的一個結果 他給了出來 甚至乎就是他再加上複雜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你如果講演化 他最後出來哪一個的population多 哪一個人口少 哪一個絕種不絕種呢 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呢 就是環境 除了內部競爭之外 另外就是環境的因素 那麼在這個電算模擬裏面 也都引入了一個環境的因素在那裡 如果你將環境那個變異 那個擺進去的時候呢 你去再看一下他那個基因變異那種的速度啊 還有他最後就是 就是會是怎樣才會是生存到下來的 那麼這些結果就希望由這個比對 就是去檢視我們呢 對於那個演化論那裡的認識是怎樣的 那剛才你提到那個呢 就這個在那個民族裡面說是番茄的一種的 是幼蟲啊 是幼蟲啊 拿幼蟲來試的 是幼蟲來試的 我們會先前就算你說說這個世界上 地球歷史上的物種滅絕 我們是會經常以為呢 滅絕了一個之後 突然之間出現一個大災難之後呢 跟著就出現了一個突然之間的物種 就會造就了一個機會出現一個物種大爆發了 那麼那個時間次序 因果次序就是這樣擺的了 那麼我記得我們好幾個星期之前有講過呢 又是用電算模擬去看 還有結合一些化石研究去看呢 這件事是不對的 其實那個又沒有大災難啊 還有會不會突然之間有大量物種 新物種出現呢 就沒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先後和英國關係在那裡 那麼其實我們很希望呢 透過這一些的電腦模擬呢 不是幫我們去做預測 而是幫我們去檢視一下 我們一些很基本對於 進化論的圖版印象是對還是不對的 就是進化論本身是一個很簡單的 什麼物競天擇職者生存 但是如果講仔細一點 就是它那個環境和這個機制和變異怎麼發生 什麼時候會發生多一點少一點 那麼現在在這個研究裡面 它都比較多去看到 那個環境變化得急劇和不急劇的時候呢 那個的變異傳滅呢 也都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我們就一直可能想就是說 哦 那個變異呢 基本上就是時時刻刻都這麼快的啦 就不管你的環境是快還是慢的 但是現在似乎就是說呢 這些東西呢 都是互為因果的 那個環境變得慢一點的時候呢 那也都沒有什麼需要去轉變 所以你會看到呢 那個主流的population裡面呢 都是一些不變 那個基因是沒有什麼變過的 但是你的環境變得快的時候呢 就那些變種的基因呢 那個變化呢 你也都是 那個變化也都出現得那麼快 所以你會發覺就是那個基因的變異 也都是嘗試去適應著環境的變異的 甚至乎體現到變異的速度那裏 那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有趣的一些的資訊 嗯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對 就是幫到我們對進化論有一個更加深的形式 哪些以前是猜對的 就是哪些以前是太過一雙情願的 或者是猜錯了的 那麼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 拜拜